大家好,我是艾元神,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攻略 元神,生炼炎巧万策金活动攻略第23到26周期 好,那我们承接上一批啊 我们现在这个炼制了五种基础这个药剂最爽的一点是什么呢? 是,这个市场情报我们就可以无视它了 来,给大家展示我们怎么无视的呢? 先把它关闭 然后先把我们这周要干的事情先干掉 把这个经销商先对一下化 好,那赚了一万一 是我们这个药比较便宜啊 这个销售策略没什么问题 来 先上新的 力量、生命、力量、智慧 好,然后还是两个方案 接着是这个分担的经销商 好,上到这边的话都多一点是16万 好,接着卖 敏捷,敏捷智慧 那这个药水就比较便宜 接下来可能就会卖的比较差了 好,但如果想卖的高一点的话 自己可以去再做一下药剂 然后再过来找它 反正我们现在一回合可以无限做药嘛 好,那么这边弄完了之后呢 我们先过来收一下药材 好,在这边收完药材 然后呢去找这根PC 基本上就可以在这回合 把全部的东西搞定了 好,物资采购 大家没买完的话 这边过来买一下 买完的话呢 我们过来把最后的这个升级 给它升级一下 基本上这回合 都可以把这些东西搞定 好,搞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过来干嘛 直接过来结束周期了 没事,赚了27万 好,那这边对完话之后呢 我们直接在面前找五郎 提交这个药剂 那他俩的这个订单的话呢 是这个力量和19 好,我们直接提交一个力量药剂就可以了 好,那这边把我这个五郎的订单 给他搞定一共是给了18万 然后呢 来,大家一起打开我们的这个经营手册 打开这个市场情报 大家就会发现 虽然说我们这一次没有做这个药 但是基本上 这个市场情报的词条都显示了 就是因为我们上架了五种基础的这个药剂 基本上都有符合他这个词条的 也可能虽然这种单独不符合的情况 但是这种情况的话已经无所谓了 大家不需要去对着这个市场情报汇总去看了 好,我们进来就 无视这个东西一直往下爽作就完事了 好,那么我们就先把这东西关掉 去找这个经销商 当然啦 大家现在这个钱啊 基本上也没什么地方花了 这个该升级的东西也都升级完了 这个 能完成的这个奖励啊 也差不多快要领完了 那大家如果说懒得弄这个经销商 懒得跟他们对话的话 这边不管也行 来给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到我们这回合 大家再打开这个经销手册 选点这个宝箱 第一第二阶段肯定是 没什么问题了 第一第二阶段 大家如果说这边还有什么 没有完成的 比如说加速培育药材啊 或者说进行三次 这个药材延期啊 重东西没搞的 大家就去 去按照自己缺的去弄一下就好了 主要是这个第三条 今天这个阶段 给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该赚的钱都弄到了 就差一条什么的 就差一条这个特辑的炼金考核了 我们只差这一项了 那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这边菜啊也可以不收了 那个药啊也可以不做了 那我们直接跑过来这边结束这个周期就可以 那他说我们没有完成这个工作也无所谓了 我们现在钱都赚够了 赶紧领完奖励 好那到这边的话呢 大家看到这个活动啊 基本上算是结束了 但是我们还没有刷出来这个特辑的 考核我们直接在结束进行周期 等这个砂糖过来给我们最后的考核 好那这边的话呢是需要到达特辑的魅力 然后特辑要到达加8的等级 然后要出现感知和镇定 然后调和率要到达百分之二百八 大家如果说只是为了领取奖励的话呢 我们直接开始考核 好大家这个猛放这个魅力的最高级材料 好我们放进去放完了之后 他旁边只要展现是这个特辑魅力 我们就可以直接结束了 好大家看到这样子来叠放 这边显示是特辑魅力了 我们直接完成炼制 好大家就算这边玩不成四项也没有关系了 因为完成的这个项目多少 只影响我们这个拿的奖金有多少 我们现在已经不缺钱了 好我们这边可以直接正式提交 我们完成考核之后呢打开经营手册 大家把这个全部的奖励啊都给他领一下 因为特辑考核完成了 然后自己能再翻一下前面的这个项目 自己有哪些没做完的 我们觉得还可以往下玩呢 不是不能玩还可以往下玩呢 大家钱没赚够的话呢 接着往下玩 或者是约有意思接着往下玩 哪些项目还没有完成的 接着往下玩去把它完成 领完这个奖励就可以了 那么领完奖励之后呢 大家也不要忘记通过这个活动页面打开来 哇我们把这一个魔法棒的这个金链的东西啊 都给他全部拿完 好那么这次活动的话呢 到这边也就全部结束了 那么我们期待下一个活动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记得关注再走哦 我们期待下一个活动 拜拜 我们期待下一个活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